第一天裡面區隔的 並沒有做得很確實了 那就需要檢討 台北聚會城市論壇 外賓確診連環報 衛福部長陳時中認了 區隔不確實 本來是要完全的區隔 可是事實上也有在展會 有跟民眾 當然不是說很密切的一個接觸 但我們本來的一個分流泡泡 這樣的一個規劃 就做得不是那麼好 專案泡泡踢到鐵板 先是落地裁檢出現資訊落差 分流規劃也出包 智會城市展至今 已經累計三國代表確診 其中布蘭吉外賓落地裁檢陰性 在驗CT值卻降到25 應轉陽仍具有傳染風險 民眾怯了膽 我們還要看說他有沒有發病 他到底是在哪一個階段 有可能是他正在發病的前期 他到了一兩天兩三天以後 病毒量可能會逐漸增高 他的傳染率會越來越高 因為萬一真的是有潛在確診的話 入境之後接觸人越多 其實帶來的風險就越高 其實我們有些防呆的系統 像是這種在機場就是篩篩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做的 落地裁檢無疑是防堵病毒最前線 醫師也提醒專案爆炮除了該落實外賓與國人的區隔動線 還要提高篩檢頻率 每日快篩的目的是降低在縮短隔離天數下 應轉陽 太晚發現而造成其他人群聚的風險 但是徹底的分流 其實台灣是不容易執行的 配套措施如何做得完善 無疑是走向開放前的壓力測試 各類泡泡提升台灣能見度 也不能把國人的健康配進去 歡迎收看李文宥黃沛海 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